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是講到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裡面的話用的最重要其實就是這個函數 康乙福,康乙福其實蠻重要的 其實它有點像兩個函數結合在一起的一個函數 主要就是康乙福 道理很簡單,算數量就是康乙福 那乙福是條件,所以它會給它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哪個範圍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條件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黑名單裡面找過一輪 然後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 如果是的話就1,不是的話就0 那將來可能會有重複出現那就大於1 如果大於1的,那當然你將來找條件 也就可以是大於1的幫我找出來 我們之前是找1的,如果你要找大於1 沒關係也可以 然後呢,大於等1 然後 後面的話我們是希望 如果每天都做這件事的話,要找黑名單 當然你每天如果再做一次 其實也不會花很多時間,已經夠快了 但是如果你還要更快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把它怎麼樣 變成程式 那程式的話當然,在Excel裡面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錄製劇也蠻重要 因為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至少會錄吧 OK,我是發現很多人其實說寫程式應該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事情 難度是其實如果跟那個函數比起來的話 應該是難很多啦 OK,應該我覺得不只一個階 可能兩三階有可能 那所以呢,沒關係,你可以用錄的嘛 那可是錄製之前可能還有一個地方蠻重要的 就是第一名稱啦 所以黑名單篩選那個地方有沒有 當然這個第一名稱你不做也沒關係 可是做的會更好 有沒有 而且以後的話你有很多範圍 那你第一名稱的話以後記得按F3 它會有一個 一個什麼讓你選清單 然後好處就是說呢 第一個你不用跨工作表 要加在錢的符號有沒有 你要鎖定嘛 那公式也不會這麼冗長 所以還蠻推薦可以用定義名稱 處理那個跨工作表的範圍 OK,這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第一名稱喔 所以上個禮拜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篩選功能 篩選跟康義福 另外還有第一名稱 再來就錄製區 錄製區其實我們前面都做過蠻多了 那所以其實就是把那個動作 只是說這個範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什麼 跨工作表有沒有,三個工作表 那所以跨工作表的話 你要記著喔 最後我們好像忘了加那個工作表名稱 那會變成什麼 它感受向下 哇,哇,跑好久 盪掉,為什麼 因為它忘了加第一個 而不是現在這一個 如果沒有加 續舍1 刮鬍1的話 它會以為是你現在這些工作表 那現在工作表裡面是空的 沒有,沒有感受向下一定到最下面 所以 1048576 就是100多 所以 為什麼要跑那麼久 因為你給它104萬多 所以它跑104萬多次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大概只要跑個1000次 又跑到100萬次 那當然一定會跑到那個 奇怪什麼意思不停下來 那原來是跨工作 所以其實跨工作表這件事情的話 還蠻容易出錯的 我自己都蠻容易出錯的 那跟不要說你將來會有跨工作部的需求 跨工作部就是跨一次有檔案 有沒有 因為常常同學都是不同檔案 之間在 那如果你跨工作部的話 那要怎麼加 很簡單嘛 就在序詞前面再加哪一個 叫work 那個名稱叫work work工作 book加s 刮鬍 那雙引號裡面的話 就檔名加豆點 記得喔 檔名之外還有副檔名 副檔名的話 比如說點xlsx 這個一定要給 這第一個喔 記得喔 副檔名一定要有 第二個的話 你還要把那個檔案開起來 所以你必須先打開那個檔 當然你 你不用手動開啦 你就是 記得有一個工作 一個物件 叫工作部物件 就workbook workbook加s 記得有s 然後點open open的話就是給它入鏡 它就會把那個檔開起來之後 那你就可以去存取它了 存完之後呢 有open就有close 你就把它點close 它就關掉了 當然你說 如果不會寫的話 有錄製聚集 你錄看看就有了 有沒有 比如說你要開個檔之前 那你就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你會發現 有workbook哪一個工作 哪一個工作部 點open open有個路徑 那你會模仿一下嘛 反正有些程式不會寫喔 我覺得錄製聚集其實是一個 蠻好的方法 幫你寫程式 這一件事 其實還蠻重要 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一直很苦惱 老師你沒講過程式 我們都不會寫 那你講過了 我們會寫是會寫 但問題工作裡面 不是跟上課犯的一模一樣啊 那我要改的時候就很頭痛啊 我好像上課寫都沒問題 可是換個地方寫 我就問題很大 怎麼辦呢 所以是邝老師 之前真的有啊 同學你沒有給我 老師你幫我寫一下好不好 那老師增加功力啊 我夠了啦 我不用了 因為我認識這個東西 已經在應該20年了吧 所以應該遇到問題大概都 應該都遇過了啊 不敢說我都會啦 我覺得應該由我自己的寫作風格啦 因為你會發現我寫程式 已經跟書上寫的不一樣 有沒有 完全 那為什麼不一樣 我有講過啦 因為第一個 我希望程式越少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已經把所有不需要的東西 全部刪掉了 那你說老師 那為什麼人家寫這麼多 人家要寫你就寫嘛 你不寫沒關係 就像你寫同樣的作文題目 你會發現有人為什麼寫的啦啦啦啦 最後文不對題 而且不知道表達什麼 但是有人很厲害喔 兩三句話就講到重點了 對 跟人講話一樣嘛 有人講話 講半天 你會想要請他提一下 你到底講這麼多 你的重點在哪裡 是不是 那一樣道理嘛 寫程式會也一樣嗎 那如果你寫的文不對題啊 程式還會跑 但是跑的沒效率而已啦 他還是會做嘛對不對 OK 所以寫程式跟表達其實是差不多意思啦 只是說表達對象不一樣 你如果表達是表達給人 那當然寫程式寫給電腦看的啦 OK 那當然也是一樣嘛 你越尖短越好嘛 OK 好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需要經驗的累積啦 不然的話 你說真的要把程式寫好還真的蠻困難的 但是 跟各位講 最近應該各位常聽到AI吧 有沒有 那其實我發現AI是好東西 因為最近那個連教育部最近開會都在討論那個 所謂的 他叫 深層式AI 深層式 深層式AI其實感覺好像很學術的一個名字 但其實 白話意思就是 就是 CHARGPT應該有聽過吧 就是那個聊天機器人 那怎麼樣 融入教學 融入教學又很很很老口啦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 如何讓你學習更簡單 也就是以前你可能不會寫程式的 沒關係 真的我覺得最近發現 CHARGPT 真的可以幫上很多忙 後面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呢 我們錄製機器可以幫忙之外 那如果有一些地方沒辦法用錄製的 那可不可以用那個CHARGPT幫我寫程式 OK 其實後來發現 我本來覺得應該不太可能 後來我發現 欸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的 好 OK 可是問題你還要會用 這樣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 應該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那個CHARGPT 有用過舉一下手好不好 用過的 用過一次 OK好 不多欸 怎麼會這樣 現在很夯的一個話題 我建議你們一定要加入一下 因為這東西其實影響 影響現在跟未來 OK 隨便問他 你問他哪裡帥哥比較多 你跟妳講越來越遠 對 他其實能幫忙的地方其實非常的多 不知道要問什麼 隨便問他 但是我後來發現他如果 問他的東西 其實比較是屬於感情方面的 他不在行 真的 我覺得他不太OK欸 他沒有約會過 他沒有辦法給你一些比較好的答案 OK 但是我後來發現他在那個 就是電腦的世界裡面還蠻OK 就是比如說幫你寫程式這件事 我覺得還蠻OK的